接下来请同学练习 这些题目以前的类似题 怎么题目都出过了 但我现在希望你用功能原理来解题 是希望你能够熟悉功能原理 我刚才讲的功能原理就是讲 做工的方法是力量成位移 做工的结果是能量会变化 动能改变或者是未能改变 然后现在质量5公斤水平上只受摩擦力 滑行4公斤停下来 请问你摩擦多少 如果是以前你是从VT图求出加速度A 然后带入F等M就做完了 这是以前的做法 就这样做的 现在不需要 你用做工的方法是力量成位移 做工的结果是能量的变化 就可以知道他几牛顿了 好 我希望你用这个方法解决 你告诉我他几牛顿 在目前的题目里面 用功能原理会比较快 但不表示每一题都是功能原理比较快 重点不在求快 重点在于你能够理解 懂得如何去运用 好来 停车战界问 他多少牛顿呢 应该要找大帅哥 大帅哥叫做29 没有29 然后换一位叫做28 28 28 28谁啦 28谁啦 自优生是吧 起来 10 10 请坐下 你答案选10 对 我要用功能原理算 做工的方法是力量成位移 做工的结果是能量改变 这里是动能改变 所以 做工是力量成位移 摩擦力成位移 4公尺 等于能量变化 原来有速度是坏变成0 莫动能减粗动能 所以 列是这样子列 后来的动能减原来动能是动能改变 方法是力量成位移 数字带进去 力量不知道乘以4 我知道做复工所以我写复号 等于后面 莫动能是0 因为是静止了 减粗动能2分之1mv平方 接下来数学 算出来10牛顿 OK 下一题 每秒8公尺 初速初超滑行16公尺停下来 告诉你摩擦力一定值 求你这样多少 古时候的方法 古时候的方法就是 想办法找到 想办法带入F等于M 你有F 那你要求M 所以要找A 所以就是 初速8 滑16公尺停下来找加速度 然后带回去F等M 你就可以求出质量 如果是现在的做法就是一样 做工的方法是力量成位移 做工的结果是能量改变 这一题是动能改变 动能改变 那请问你应该多少 应该多少 OK 想思考一下 算一算 想一想 可爱大美女 大美女 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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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报答案叫他随便猜一个 很难猜吧 你连提示都没有提示 B 我觉得B B 我觉得B B 5 4 3 2 你选A 人家选B 你选A 请坐 你选A 对不对 请坐 你就不相信别人嘛 没关系 一样做工的方法是力量成位移 做工的结果是能量有变化 这一题是动能有变化 做工W等于Δ1 方法是力量成位移 动能变化2分之1mv平方相减 莫动能减出动 莫动能就停止 就0嘛 出动能就是每秒8嘛 质量不知道嘛 所以往里面带 我的摩擦力-10牛顿走16公尺 要挂负号 表示我做复工 莫动能是0 减原来的2分之1mv平方 然后后面就数学 答案就是5 解决掉 等一下我再回答你的问题 这一题有骗人的 这一题有出过类似题是骗人的 那个类似题骗人的是 问你过去这样回来会大还是会小 那不用算 可是有点小欺骗社会 来质量10公斤速度4 向右滑 到B点停下来 要从B点拉回来 要回到4要做工多少 感觉开筹跟结束差不多嘛 OK 那做工多少呢 做工有多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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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大于80是不用算的 是用想的 你只要想说要比较大 就知道比较大 不太需要算 那80哪来的 80哪来的 2分之1mv平方 原来的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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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动能 这其实可以不用算 想一想就会知道答案 其实可以不用算 想一想就会知道答案 来 帅哥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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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哥男叫做 这是女生啊 那是不存在的女生 我们找31号 31 要照到你就得照睡觉的 来 答案 蛤?ABC珠? A嗎?你要選A嗎? 你知道為什麼A嗎? 你不知道,你感覺是A,你好像猜對了 這題其實不用算的 做工的就是能量變化,本題是動能改變 動能就是二分之1mv平方 你發現,你要獲得80膠了 你要得到80對不對? 做工要你得到80,可是有人會怎樣? 有人在損耗你啊 摩擦力在損耗你對不對? 所以你光給他80夠不夠? 不夠啊,會被人家用掉嘛 所以 你要至少要80,可是不可能只有80 因為你有摩擦力,把你損耗掉 所以你要比80來的怎樣?多 所以我說不用算,你會知道,想一想就知道了 答案就應該是A 就是我們簡單的小問題 可以嗎?可以 有嗎?可以不可以嗎? Po extra